那么这种苦难 我们很欢喜忍受 如果眼前尝到一点甜头 往后有大苦头要吃 再想一想 这得不偿实啊 佛经里头常常用比喻 刀头是蜜 这个比喻是得不偿实 眼前得到的很短暂 可是将来的苦难受不尽 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这是一个聪明人 决定不肯干的事情 所以讲经不但要劝导大众 断卧修善 改过自信 更应当自己要切实去做 不是说做给别人看 实在讲呢 是自己 修复 我自己这么做 为谁 为我自己呀 今天我们看到局势之人 他们想的是什么 他们念的是什么 是这个世间 明文立养 财色明诗税 他念的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 后果是什么呢 佛在经论里面 苦口婆心 无数次的 为我们说明 他说 财色明诗税 地狱五条根 这五类里面 特别是四 我们中国古人也说 万物赢为首 不善孝为先 我们细心体会 古生先贤 这几句话的意思 然后你就晓得 祸福的根源在哪里 福的根源是孝道 祸害的根源是财色 一昧地追求财色 这个财色明诗税 明文立养 你去追求这些 试问问 你能够求得到吗 真正能求得到啊 佛菩萨也会去追求啊 我们也应该去追求啊 说实在话 求不到啊 不可得 追求得到的 正如廖凡四讯里面所说的 你命里头所有的 命里有的 你才能求得到啊 命里没有 求也求不到 如果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 了解四十真相了 那就是古人所讲 君子 乐得 做君子 小人 冤枉 做小人 为什么呢 君子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自己命里有 命里有 要不要求呢 不要求啊 命里有 总会来啊 你拼命去求 可以提早一点 是你命里有的 提早一点 你不去求 你得来可以晚一点 但是诸位要晓得 这里头有个四十 提早得到的 这些明文立扬 才才明十岁 你的寿命就提早结束 为什么 提早来了嘛 你提早想完了 落井人亡 你想完了 如果你不追求呢 这个东西得来晚一点 晚一点是 你寿命就延长了 多福多守啊 你想想 你还是追求的去好 还是不求的 自然而来的好呢 所以我们头脑要